练习站桩的时候 丹田气还是比较简单的 今天呢我一分钟给大家 交出丹田气 如果你对丹田气感兴趣 请看完这个视频的时候 一定要跟着我练 类似这样的 丹田在肚脐下方三指到四指处 我们去练丹田气 是要把气汇聚到这个地方 但是大家去练的时候呢 一般都在肚脐上方 所以说我们要遵循一项原则 就是拿着你的右手 放在这个地方 你每次吸气的时候呢 让这个手往里伸进去 你每次呼气的时候呢 让这个丹田把手怼出来 就像这样的 看吸 吸 你能用这种方法不断练习 丹田会越来越有弹性 又弹性了丹田 自然就有气了 你说这方法简不简单 如果你每天能练50个 你要是练不出丹田气 那就没有人能练出丹田气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